好,各位同學好 這個是我們思綠的 全修班的政課,第一堂課 好,那上課之前呢 基本上幾件事情 跟各位說一下 就是,首先 行政法這個科目 行政法這個科目 應該是這樣講 準備的方式呢 我自己覺得 它不是一個像其他科目一樣 這麼好處理的一個科目 為什麼勒 因為,你就想嘛 現在 工法的老師應該說 以在學校 教書的工法老師數量 你就去比嘛,比一比就知道 所有的學科裡面 我相信應該目前人數最多的 人數最多的應該就是 工法老師 那工法老師很多會 影響到什麼勒,當然第一個就是 你會影響到你的考試可能 你必須要準備的範圍 或者說人數 文章的數量相對起來會多很多 跟其他科目比起來 好,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什麼事情很重要 行政法這個科目 基本上它是所有的科目裡面 算是發展最晚的一個科目 算是發展最晚的一個科目 那過去啊 你就想現在在學校教書的老師們 他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以前他們還在念書的時候 到他們畢業之後出國念書 那你就想嘛 他們同年齡的 或者是年紀差不多的同學們都在幹嘛 一定一部分的 就是跟老師們一樣都出國了 一部分的呢 留在台灣繼續什麼 繼續從事相關的法律事務工作 也就是白話文講 就是現在你在最高法院看到的什麼 最高行政法院 或者是高等行政法院看到的那些法官 以年紀來講呢 你現在在學校看到的這些 比較主流的一些老師們 他的同學都在法院裡面當法官 那我跟你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這兩批人都會成為你什麼 行政法思慮啦 思慮這個考科的出題老師 這是都有可能的 所以不會只有學校老師是出題老師 那個法院的法官基本上 他也是什麼 必須要準備的範圍 所以你會發現很麻煩啊 兩邊都要兼顧 可是每一科不都這樣嗎 對 每一科都是學說實務要兼顧對不對 是的 但是呢 行政法這個科目現在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實務其實蠻厲害的 這樣講其實對學說有點不好意思 你要知道我們的行政法院 其實他在很多的判決發展上 是比學說更前面的 這個跟其他科目比起來好像有一點顛倒過來 感覺在其他科目你在學學說 通常是比較什麼 比較走在比較前端 比較前面的對不對 可是在公法這個科目啊 比較特殊的是 最近這幾年 行政法院也好啊 大法官也好 基本上都走得比學說來得更快 都走得比學說來得更快 那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外在條件的因素啦 就是案件就是進去了嘛 對不對 時候到了這種案件進來了 大法官也好 或者是最高型 北高型 中高型 高高型 進來了就要什麼 就要收啊 就要受理啊 對不對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也是 就是 剛好 運氣的原因 導致什麼 我們行政法院最近類似的案例 越來越多 然後呢 漸漸的有超前學說的這種感覺 所以 那個行政法院的各個判決的重要性 在其他的科目裡面比起來 行政法算是 我不敢說其他的就是比較像民宿 或者是民法這樣子來比啊 但是 應該說除了那些這幾個你聽過的大科目以外 行政法在十五間節的那個等級 已經趨近於這些大科目了 所以你考試的時候準備的時候 我會給你一個小建議 不要只看學說建建 尤其是 你上我的課 我先跟你講 我的講義編排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 我們先看講義 你看目錄 這是第一本講義嗎 第一回 我們總共呢 原則上應該是會有九回 原則上應該是會有九回 那我們的編排方式呢 講義的編排方式 基本上按照什麼 你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任何一本教科書 都大概長了87%像 都長這個德性 為什麼會長這個德性 等一下我們上課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好你就會知道 好那我的講義編排方式 基本上就是把 目前啊 坊間所有你看得到的教科書 有提過有講過 相關比較什麼 重要重點的東西 通通濃縮進來 所以其實你也不需要再去額外買一本教科書 當然你喜歡看教科書 我沒有意見 你也不太需要說另外 如果說時間的關係 你沒有時間 其實你按照我的講義去 去把行政法這個科目 徹底的搞懂 基本上就夠了 好基本上就夠了 好那但是如果你覺得 我還是希望什麼 有一本完整的教科書 當作一個打底書的話 那當然我也可以建議你幾本 好那我們先講 剛才的這個部分 就是你在準備 因為很多個老師 每個工法老師我跟你講 講的東西都多多少少有一點不一樣 甚至這個多多少少的幅度 有時候擺盪的很大 我有時候常常聽到學生 我說 老師啊那個 我在學校不是聽老師這樣講的 或者是咧 我聽A老師這樣講 可是B老師又不是這樣講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我跟你講行政法這科 很常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那 為什麼會這樣 也是因為實在太多老師 老師說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在工法學界 老師太多 沒有所謂的通說了 記得一件事喔 行政法跟其他法比較不一樣的是 每個都會說自己是有利說 所以基本上 沒有所謂的 幾乎啦 你可以這樣講 幾乎沒有所謂的通說 幾乎沒有所謂的通說了 所以你在學習的過程 盡可能的 我是建議你 盡可能的以食物的見解為基礎 然後去比較學說的 好 以食物的見解為基礎 去比較學說的 那你在學的過程 可能會覺得 那這樣的話不會很零散嗎 感覺就是每一個判決 每一個判決 回過頭去看 基本行政法的東西 這樣不會很零散 沒有一個體系性的架構嗎 我跟你講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很簡單 整個體系架構的方式 是按照一般教科書的方式 但是實際上 骨頭是教科書 肉基本上 我會補上大量的食物見解 這些大量的食物見解 我已經幫你分好了 我已經幫你放了 它應該在每一個單元的哪一個位置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看那麼多食物判決 會不會只有 那個就是見樹不見靈的感覺 我跟你講不會 反而是什麼 它可以讓你更能夠理解 行政法上的幾個重要的觀念 好 所以 剛才講的是食物跟學說這樣的一個重要性 那教科書 回過頭來講教科書 一般來講 我們在 你工法組也好 或者是學其他的 其他組你在準備行政法 教科書基本上 我猜啦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至少會看過那本跟聖經一樣厚的 有沒有 跟聖經紙一樣薄 但是書很厚的 陳敏老師的教科書 我個人來講 也是非常推薦陳敏老師的教科書 但是他有一個最致命的缺點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 所以 如果你覺得陳敏老師的教科書 太多了 那 我可以推薦幾本給你 推薦幾本給你 首先第一個 陳敏老師的 行政法總論的教科書 他一直有在改版 另外一個 正大有一個老師 叫莊國榮老師 莊國榮老師 也有出行政法的教科書 他的內容基本上 寫得非常容易懂 寫得非常容易懂 那他的編輯方式其實很簡單 他有一點點像是把什麼 其他的教科書做一個整理 做一個整理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他有一點像參考書的感覺 所以 如果你覺得想要買一本教科書 就可以看完所有東西的話 那當然 你可以選擇莊國榮老師的教科書 而且他其實 內容當中也補充相當多的食物 而且不會太厚 重點是不會太厚 重點是不會太厚 那第三個呢 台大的林明鏘老師也有出教科書 台大的林明鏘老師也有出教科書 比較精簡一點 但是他比較多 應該說他有補充很多行政機關的函事 行政法也要看行政機關的函事 如果考出很實務的題目來講 主管機關的函事就相當重要 但是相對起來跟判決比起來 還是判決重要性比較高 所以這三位老師出的教科書 如果你很喜歡看教科書的 我是可以建議你去三個選一個 三選一就夠了 不要三個都買 要浪費錢 因為其實很多老師他們教科書的內容 觀念都一樣 所以是有一些部分有重疊 那他們的差別差在哪裡 基本上只是什麼 順序上的差別而已 比方說有的先把行政作用全部交完 寫完不是交完 把所有的行政作用都寫完 才來處理行政組織 有的先把行政組織放前面 然後把行政作用放後面 所以老實說沒有什麼差別 結論上來講沒有什麼差 就先交後交的差別而已 所以就這三本就好 不要重複買 這是教科書的部分 再來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練習題目這件事情 練習題目什麼時候練比較好 因為我們這堂課是正課 不是那種總複習啊 徵典班啊之類的那種 不是那種很短時間很少的課 所以要把你就是整個 讓你可以隨時上陣殺敵的這種程度 不是這種情況 所以一般來講你會上這個政課 可能呢你希望的是什麼 從頭到尾重新來過一次 對不對 好那我給你一個建議 寫題目這件事情不要急 不用急 因為基本上這個政課他的計算的時間 就是以什麼 你準備一個年度嘛 比方說你現在今年報現在2022 那當然就是這個年度你要考上 所以時間大致上 預估通常都是一年的時間 通常都是一年的時間 那這一年的時間其實很長 你要練習題目 我個人覺得不要急於一時 你不要急著一開始就練習 為什麼 因為效率很差 效率很差 你很多基本觀念可能還沒有搞懂 很多基本觀念可能還沒有搞懂 你就直接去寫生論題 老實說對你來講 未必這麼有幫助 所以我的講義編排也是 前半段比較簡單的觀念 大部分我會放 不太會放生論題 或者是實例題 主要還是以什麼 一二四也好 或者是你在一般看到的高普考 的一些基本的選擇題的提醒 讓你帶基本的觀念 但是呢 往後面開始 當然行政法會越來越難 你教的東西一定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了之後 後面才會開始放什麼 放所謂的實例題跟神論題 進來教你 所以我不會一開始就丟一個很難的東西 讓你吞下去 那個我覺得 在政課來講 對你沒有太大的幫助 那個是在總複習 或者是在整點班 這樣的類型的課程 才會去放的 所以 以上是大概整個 在上課的過程 的一個 算是導覽 那 中間想到什麼 再講什麼吧 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到我們的講義 序論的部分 序論的部分 很簡單 序論就是帶你什麼 帶你認識行政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以前行政法學的很爛 現在想要從頭來過 沒關係 很簡單 你就把行政當成一個人來認識 所以當成一個人來認識 當然我們就必須要什麼 從他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觀察這個東西 好 所以 看到我們的第一章 你先看頁數頁碼一的部分 目錄 我們先看目錄 好不好 我們整個序論會處理的問題 一二章基本上是帶你認識行政 認識行政 認識完行政之後 才真的進入所謂的行政法 才真的所謂進入行政法 所以你看第三章以下 才有在處理法源 然後呢 依法行政原則 然後還有什麼 特別權利關係 跟一些什麼 行政法的原理原則 這些基本的概念 然後呢 你翻到講義的第三頁 在第七章跟第八章 應該是這本講義裡面 相對起來最困難的章節 相對起來最困難 而且考試最重要的章節 所以 等於是以這本講義來說 會先從什麼 基本比較簡單的邏輯的東西 介紹完了之後才會進入比較困難 好 來我們翻到講義 講義的第四頁 來要認識行政嘛對不對 既然要認識行政 那你就要知道 什麼是行政嘛 對不對 行政的意義是什麼 好 行政的意義 你看講義第四頁的上面 所謂的行政 就是執行 跟管理的意義 因為其實行政 不是只有在法律上才有嘛 各個領域都有行政 對不對 你去外面找工作 有沒有 是不是有一般行政的工作 對不對 你走到哪都嘛 有行政的工作 行政的工作 行政的工作 到底什麼叫行政的工作 什麼叫行政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什麼 做雜事嘛 對不對 做雜事嘛 所以你看行政這兩個字 在各個領域都有 但是它都有一個共通點 基本上就是什麼 象徵執行跟管理的意思 執行跟管理的意思 那你必須要先接受這件事情 接受這件事情 接受什麼 行政這個東西 不是法律所專有的一個名詞概念 為什麼要你接受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的行政發展的脈絡 其實就是抄來的 我們的行政法 你說抄來的 抄誰的 你在學行政法的過程 大學上課的時候 老師已經跟你講過 歐托邁亞 對不對 歐托邁亞行政法 行政法之父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 會被稱為行政法之父 或者說他到底做了哪一件事情 對法學界來講這麼有貢獻 很簡單 他做了一件事 他把什麼 他把各個不同領域的行政 常做的事情 歸類出來 寫成一部法典 寫成一部法典 或者說寫成一個什麼 行政法總論這樣的一個概念跟基礎 所以行政法其實就是什麼 你去看看假設社會學 行政學 警察學 看看他們常常都做哪些事情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順便去看一下 德國的隔壁 法國 我們的行政法深受德國的影響 那德國深受誰的影響 德國深受法國的影響 深受法國的影響 所以其實歐托邁亞當初就是什麼 每個領域看一下 你常用這招是不是 你常常針對具體個案當中 對人民做成什麼行為 好我把它記起來 這一招就寫到行政法總論裡面 你常常跟人家用 那個命令的方式跟人民發生關係 好那我就把它記起來寫進來 你常常用什麼 你常常用什麼我把它統整起來 然後變成一部什麼 行政法總論 好所以以後 國家在做所有的事情 完全都按照這個行政法總論上面的規定來做 好所以以前沒有行政法總論的時候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規制國家 那現在有行政法總論了 它只是一個什麼 讓國家可以做事比較方便的一部法規 所以其實它沒有那麼偉大 它沒有那麼偉大 它就是整理各個不同的領域的行政行為 然後把它變成法規 變成法規 變成什麼一定的構成要件 你要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必須要符合什麼要件什麼程序 什麼樣的組織可以做 所以其實行政沒這麼難 就這樣而已 那你要知道的是 今天這個法典 它是從哪一個領域的行為拉過來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先去理解說 到底一開始行政法總論 參考了哪些領域的東西 好所以你看到講義上面 講義上面底下有一個 第四頁底下有一個表格 公行政分成什麼 組織跟作用 組織跟作用 我們認識行政的過程 當然你要從什麼 這個外觀 認識一個人 先看他長相 對 這個人長得外觀怎麼樣 乾不乾淨 一個人看起來外觀乾乾淨淨的 整整齊齊的 那我們再繼續看 所以這個人他做的行為是什麼 他常常做什麼動作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習慣 透過這些東西來認識這個人嗎 有沒有 所以一樣我們要認識行政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要先從行政的外觀來判斷 好的外觀來判斷 比方說今天是由國家來做的 和今天是由一般公司裡面的行政人員來做的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跟很基本的不一樣 你的外觀是披著國家的外衣 還是披著私人的外衣嗎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披著私人的外衣 是不是我們行政法所要關心的事情 不是嗎 對不對 你那個一般公司的行政人員跟我屁事 對不對 我要學的是跟行政法有關的 那行政法在乎的是誰 國家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們要知道 我們所關注的那個行政 跟誰有關 跟國家有關 所以叫做什麼 公行政 所以你看公行政三個字 一般教科書常出現有沒有 公行政公行政到底是什麼 公行政的就是什麼 國家 跟國家有關的行政 跟國家有關的行政 不是那個一般公司行政人員的那種行政 雖然名稱都有行政這兩個字 所以公行政必須要具備什麼樣的外觀 首先第一個 它在組織上面 組織要披著國家的外衣 披著國家的外衣 所以如果你只要披著國家的外衣 做的任何事情 應該說跟執行管理有關的事情 我們都可以把它叫做什麼 叫做行政 所以這一種類型的行政 就是所謂的組織意義的行政 所以你看到獎益第五頁上面 那個國字大寫一 組織意義的行政 從組織面來看 公行政指的是什麼 法律構造及功能上製程體系 可以跟其他國家作用領域有所區隔 這個其他國家作用領域 你可以稍微在旁邊筑記一下 很簡單 就是跟立法和司法這兩權 有所區隔的組織 有所區隔的組織 因此組織意義下的行政 基本上就是用行政主體 行政機關 以及其他行政機構 所共同構成的行政組織體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公行政就是由什麼 行政主體 來做的行為 行政主體以及什麼 你看講義上面說的 行政主體 行政機關 以及其他行政機構